奇怪 那個寫出來呢 你看不懂 聽說是叫做鎧對不對 這個叫鎧飛龍 鎧先生 那您是說這個 您的 英文的原理是 是Greis嗎 所以就叫做鎧 那個鎧 鎧就是跟鎧是同意的嘛 所以老是給我寫的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才給我寫這個鎧啊 這個姓真的是 在山根大陸一個鎧大夫 所以現在大家聽到了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請他過來 因為他想說我們請得懂 因為我請換你 請我來 那再為大家介紹的 我們這個六王 這是我們的 語言天才 然後呢 各位觀眾也好 我是玉龍王 OK 王大輝今天來教我們台語 歡迎 我們到這位 懷大客以後 我們去的英文 就是能夠 藍眼珠子 今後還能夠把我們的中文說到這種地步 非常不簡單 一般來說 我們中國人很慌嘛 我們人在美國 我們管他們叫老外 對 我們先是老外 但是我們已經就是把這個國家當中 做了我們一家兩工作 我叫老外的公司 對 編小的是里外部是不分 那里外部是不分 那里外部是不分的 對 但是我們快先生這個 他是這個 他是這個 能由於江湖 在上過台灣 在日本 待國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我還在 我還在 這兩個地方 我跑來跑去 每兩個業務都在這兒 兩個業務都在那兒 那如果說是中文講得這麼好 那你又在日本帶 那一定會講日本 我學了日語啊 我沒去 我沒去日本前 我就學到日語 是先寫日語還是先學中文 中文 十九歲了還是學中文 然後現在 Los Angeles City College 是在美國學的 就是中文 我話語都是在本地學的 我現在也在外語 真的啊 你講 你學 最好你學在自己的國家 你把這個基礎都長去控 才跑到外國去 變成 這個最好的 的方法 的學法 那你這個 在美國學的嗎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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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都沒想到 真的